听众朋友,现在是空中书场节目时间,继续为您播送善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乱世萧雄》。 张作霖当众宣布,要严密的封锁消息,对于手下的弟兄,也不要详细交代。 另外,我们一定要把这买卖做得干净利落,唱的一齣戏叫《桌放草》。 我们要捉还要放他,让这位三苏人在他丈夫面前多加美颜,做咱们升官发财的垫脚石。 这是一个转折点,要求大家千万慎重。 你看张作霖没念过多首书,小个儿不大,那是聪明过人啊。 说出这番道理来,在座的心夫口夫,好像眼前有了亮光了,心里头觉得那么舒畅,干起来也有劲儿了。 张作霖马上分兵派将,笑呵呵对张警惠和田晓凤说,二位啊,你们二位回去,马上做好战斗准备。 但是,没必要的时候不用参加,就在外围,防止别的柳子插手此事干扰了咱的计划。 要严阵以待,只要外边的柳子介入,就把它们干净彻底的轰出去。 明白,明白,海宽,你回到红罗舰,也要做好准备,你的任务跟他们一样,懂吗? 明白,你们三位先提升,这三个儿先走了。 张作霖又对他二胡说,大哥,我给你病凶一百名,你埋伏到西立屯东北大树烫子里头,单等三夫人的车队一到,你就过去把车队截住,马上进行包围。 你就说你是五大少九只手鱼翼的人,切记,可以放枪,可以喊叫,但绝不准动手。 约束弟兄,千万不准胡来啊,哪一个胆敢不听,拿了人家一草一木,摸了人家女人一把,不是九地枪决。 唐二胡,我晃晃脑袋,哎呀,我说兄弟啊,你怎么叫我当五大少的人对? 他妈,鱼翼这个小的太不是东西,谁让他不仗义了呢,谁让他把你打了呢? 因此这叫变相的塞赃。 你懂吗?哦,你这么回事啊,行,那行了,这事交给我了。 是非大哥,哟,我给你一百人。 当我二胡大哥虚张声势,眼开要下手的时候,你领着人感到,把二胡撵走。 他那个,是非一到,你马上就撤,听听,哎,明白。 你们俩这个戏一定要演得非常逼真,可以往空中打枪,但不准伤人。 是非大哥,你把二胡撵走之后,要文明礼貌对待三夫人以及他手下人。 你要这么这么这么说,记住了吗?记住了,保护车队赶奔心力囤,我在心力囤等你,后边的事儿你就不必管了,啊,明白,你放心吧,交给我了。 张作霖又告诉孙力囤,大哥,赵金庙这个地方不能轻易暴露,因此咱的保险队暂时先挪到心力囤。 你现在就起身,带着一百名弟兄,把心力囤北的庙好好收拾收拾,特别是要收拾几间像样的房子,好叫三夫人在那居住。 如果他们到了保险队之后,你要热情款待,约束地区,不准胡来,明白,等等。 红罗剑还有多少像样的衣服和枪支,还不少啊,记住,所有的弟兄全要更混新装,能洗澡的话,抽个机会洗洗澡,把辫子输一输,啊,让他们看一看咱的军农,便拿咱们当毛贼草扣,明白,大家分头准备去了。 张作林一五一十全做了安排之后,心中是非常得意,但既之而来的,又怕这件事落空,告诉胡老嘎,老人家,你继续扫盘子打探,看看能不能有变化,哎,我现在就走。 胡老嘎走,胡老嘎走了,张作林骑上高头大马,赵小庙留专门人看守,鱼车跟他赶奔心里吞,安谢张作林不说,话分两头,单说这位玉美人三夫人。 他究竟是何许人呢?胡老嘎打探的没错,他就是奉天将军伊克唐纳曾琪的三太太,曾琪今年六十有五,这位三太太才十九岁。 那位说那差的太多了,哎,对,在封建社会,有权有势的人,三妻四妾,那么年纪,那差的太多,这事不新鲜。 但是,这位三夫人,家里头也是名门呢,也不是等先之辈啊,她呢,姓瓜尔瓜氏,她父亲呢, 是满族人,谁都知道,大清国有一位县将军,瓜尔瓜氏县红,这是她的名,这位县将军,奉了皇上的圣旨和太后的遗旨,出任西安将军。 当然了,这还是以前的事儿呢,这位县将军到任之后,一开始,历经屠治,良袖清风,可久而久之,这位啊,开始贪赃卖伐了。 收受的礼物,自不必说,最主要的,陕西一带连绵干旱,饿死无数的老百姓,慈禧太后和光绪帝,为了邀买人心,博写国币躺延五十万两救济灾民。 结果救济灾民的银款,被这位县将军入了私囊,他给贪污了,结果被一位御使不得告了。 那监察御使是专门管这事儿的。 慈禧太后纳拉氏,见着奏折之后是勃然大怒啊,心说好大胆的献红啊,你硬敢通病这人的,造成不良的影响,这还了得吗? 让光绪皇帝下到旨意,将县将军隔职拿门,搭车庄木龙送到北京,交宗人府严审,下了腐牢了。 到了这会儿,这位县将军也追悔不及,财产全成功的。 但是呢,县将军有好朋友啊,他最好的朋友就是荣禄。 那荣禄是直立总督北洋大臣在慈禧面前说一不二啊,所以你家就走动人群,要求荣禄给保本。 荣禄感觉到自己人丹事故,怎么办呢?又联络奉天将军,尼克唐纳封齐,两人联合保咒献将军。 当然了,得找些理由呢,说虽然他做错了事情,情有可原,贪污也没贪污那么多,有人栽赃陷害,有些属于谣传。 请太后老佛爷明察等等等,光说不行,给这位太后也送了不少的礼,感情这慈禧啊,是头一号的大贪污犯。 你别看他手是旁人,他本身就适财如命啊,荣禄和曾齐,两位大员这一保咒,他这心就活了。 可一想这个县红县将军呢,也不错,平时也没少孝敬我言子,既然有人保咒,就拉倒了呗,刷了一道遗址,赦免向将军无罪。 无罪可是无罪,为了亚大伙的口舌,官职一路到底,不追问,保住命也就是了。 县将军出了中人府,回到府里头,是千恩万谢啊,谢谁啊,主要谢荣禄,谢曾齐。 人家荣禄自不必说,要什么有什么,他给送去一份厚礼,耳后要感谢奉天将军曾齐,怎么个感谢法呢? 曾齐的原配夫人死了,续贤也死了。 听说,还没有妻子呢,干脆把我的小女儿给了他吧。 县红的小女儿叫玉美人,在满足八旗当中,那是凤毛麟角啊,长得漂亮。 精通汉语,精通满语,诗词歌赋,无意不惊。 人样子长得特别美,忍痛可爱,给了曾齐了。 你想老夫少妻,这曾齐能不高兴吗? 自从娶了玉美人之后,爱如掌上明珠一般,玉美人在她的面前说一半。 第二,就是要越岭,要星星没办法,凡是能办到的事,曾齐没一样不答应。 前者中日甲午战争,曾齐不怕死,怕她这小宝贝出了危险。 这样落在日本兵手里头,那可怎么办呢? 所以早早的把她送回北京,前去避难。 在此期间,曾齐往返于北京和凤天之间,回去看她的宝贝。 马关条约签订之后,仗不打的,一切恢复了平静。 曾齐回到凤天。 哎呀,一睡觉下,就想起这玉美人来了,白爪挠心,不行,说什么把宝贝给接到凤天来。 就这样冒着风险,派人护诉。 所以这位夫人,这才从北京起身,赶奔凤天。 胡老嘎扫盘子,一点都不错。 他们在锦州,住了有两天,从锦州起身,赶奔心力屯。 怕出意外,知道现在辽东一带特别不稳定。 土匪多撸牛毛啊,因此得多加小心。 但是他们又一考虑,土匪土匪都是乌合之中啊。 你结别的,你有胆子,恐怕国家堂堂的夫人,你不敢碰。 光棍不斗势力吗? 尽管如此,他们也格外加着小心。 带着三十名保镖,一声都是快枪。 跟着队伍,前后左右巡逻。 为了以防万一,怕发生误会。 在队伍的前面有人挑了一面大旗。 黄段的大旗,有红字。 奉天将军府,拿这面旗辟邪。 有的土匪不清楚,一看旗,哦,别动啊,将军府的惹不起。 就躲避起来了。 其实这面旗还真就起作用了。 土匪是望风而逃,谁也不敢碰。 现在赵明保护着车架,走到西立屯东北方向,一片树林。 赵明骑着马走在前边,迷迷糊糊的心里盘算着,过了西立屯,再往前走。 到了黄古屯就算到家了。 哎呀,这一路直上可也够辛苦的了。 估摸着将军大人肯定派人来接我们。 只要两军会合,平安到了奉天,我算卸掉千金重担了。 正万前走着呢,冷不定就听见树林里边。 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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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咔 车队全都站住了,就在这刹那之间,汤二虎领着一百名马队向旋风刺,从塑林里就扑出来了,进行两路包抄, 叭叭叭叭叭叭,别让他们走了,把他们接住站住,把手高高的举起包学道,拿个洞,让你们脑袋开花,叭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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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叭 一个个人高马大,那马都飙满肉肥呀,靠坏了,把卫队下的都拉不开大栓了,让人家压缩的一块儿,二五的队伍就把他们包围了,把枪放下,全都放下,哎,哎,放下了,叭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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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脑子上还围了块围巾,人不人鬼不鬼的,哎呀,我闻着一股香味儿,背不住有老娘们儿,哈哈哈哈哈哈,正好给某家做个压寨夫人,让大伙也娶娶乐子,孩子们,动手! 他们干扎我不伸手,那马队围着车队之转,这位玉美人儿一听,吓得都酥了骨头了,哎哟,这要落到山贼手里的,还有个喊嘛,丫鬟婆子吓得抱在一起呜呜直哭,正在这时,又来了一只马队, 张师飞领人到了,张师飞领人到了,把土匪赶走,马来的土匪叭叭叭叭叭,双方对射一阵,他二胡夹义招架不住,不行,吴达少的队兄,撤,撤,快撤,哇,跑了,张师飞的队伍到了,张师飞甩凳立安跳起坐 pedal 扯脖子就喊 哎 各位 你们是哪里来的 这位成奇官赵明啊 一看那帮土匪跑了 这才把活收回那俩 揉揉眼镜抬头看看 这也不是好人不大 评说话评何气 我们是奉天将军府的 您是将军府的 那轿车里边坐的是谁 是我们夫人啊 将军大人的三夫人 哎呀 这事弄的 弟兄们 赶紧保护夫人 一个个甩凳下马 来到进街 赵明一听保护夫人 这是没有敌意啊 他壮着胆子 也站起来了 那些卫队把枪也捡起来了 一看这帮人 的确和气 张世飞 冲着赵明一抱拳 请问这位大人 毕姓赵 叫赵明 我是将军府的成奇官 赵大人 您受惊了 我们晚到了一幕 怎么 受损失没有 没有 就瞎了一下子 损失到没受 幸亏各位来得早 要晚来 那就说不定得什么结果了 那么请问 各下您 毕姓张 叫张是非 那您 我们是赵家庙 心里同保险队的 保险队 没听说过吗 这保险队遍地都是 我们是属于保镜安民的 要那好 太好了 那您一定是头领了 不 我是个小头头 我们保险队的大队长 姓张 叫张作霖 字儿叫于厅 这样吧 跟我到西里屯吧 你们到那好好休息休息 我们请示了队长之后 护送你们到凤天吧 哎呀 这道路上可不平静了 尤其最近 吴大少 有个叫于义 是个头子 这小子浑横不讲理啊 见什么 抢什么 眼珠子都红了 他不管你将军府 还是祖都府的 什么事都能干得出来 你们往前走 可太危险了 到西里屯吧 哎呀 这位赵明 半信半疑啊 心说这么大的事 我这请示夫人 到了轿车前边 隔着帘请示 夫人 您看这事怎么办呢 咱们遇上这帮恩人 是赵家庙 西里屯保险队的 看样子 人还不错 跟房财那帮土匪不一样 他们的意思 请夫人 暂时到西里屯休息 然后派人护送 不知夫人意嫁如何 不用跟我女人商议了 既然如此 咱就赶奔西里屯吧 是 就这样 张志飞保护着 非常顺利的 来到西里屯 周围都是张作霖的保险队 早就封锁了消息了 街上紧悄悄的 每一个人捣乱 车架赶奔大庙 车子停住 骆驼悄的站住 这些卫队保护着夫人下了车 进了庙 孙烈臣在这负责招待 孙烈臣 把房门开开 请夫人和女眷到下方屋休息 然后又把赵明请到正午 有人招呼这卫队 扯老板 不管是干什么的 都是盛情款待 一开始赵明半信半疑 等到了这之后 越来心里他越踏实 他一看 负责接待这个人 大喝 白面净皮 留着两撇黑胡 年纪在三十岁挂龄 说话文周周的 好像是念过书的 一打定此人姓孙 叫孙烈臣 赵明就知道这帮人不是坏人 到屋之后分兵主落座 孙烈臣问张世飞 究竟怎么回事 张世飞说你看看 我奉罪党之命 到外边巡逻 正好遇上这件事 我仔细打听 又是五大哨的人干的 我要婉曲一幕 哎呀 这位赵大人还有夫人 就遭了毒手了 看来夫人福大命大造大 这位大人福分也不浅 啊 既然各位到了这儿了 就算到了家了 我们张大队长一会儿就到 你放心 我们是七五毫不犯 尤其得好好孝敬夫人和你大人 把你们平平安安送回奉天救世 哎呀 多谢 多谢 哎 正在屋谈着呢 张作霖领着几个人 到了外边 呀 张作霖早就听着报告了 腰板拔着 跨着双枪 走进大庙 张作霖孙烈臣赶紧迎接出来 队长 大队长 您快看看吧 有这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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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件事 哦 张作霖还假装不知道呢 看了看骆驼坐的 看看这些小车子 我怎么还有女人的声音 啊 将军府的三夫人大驾光临了 哦 弟兄们 阳哥执行纪律 啊 不准下着夫人和他的女院 是 队长 我们早就注意到这一点了 这赵明也出来了 你别看赵明 双眼花铃 刨斧补挂 到了这也搓了半截 跟这些陆林人得笑脸相迎 听说大队长来了 就好像见着太上皇了 赵明是满面陪笑 哎呦 大队长 饶命啊 饶命 听众朋友 长篇评书乱世枭雄 今天就播送到这里 责任编辑张红 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 那么 孧 砍